現在我就要立刻來品嘗我的紅棗大餐了 真的 一桌滿滿 沒錯 不過最讓我驚訝的地方是 一般我們吃白米飯可能會搭配 像是地瓜好了 這比較常見 但是我第一次看到搭配紅棗的 這個聞起來很香耶 超香 而且它是很簡單 它就只有紅棗跟米下去煮 但是一定要悶 悶了才會香 所以就是只是多加了悶的動作 就讓它變得很不一樣了耶 對 沒錯 很香 非常香 像是其他的料理每個 也看起來好豐富 好豐盛 我不知道吃哪一個好拿 可以先從我們的紅棗饅頭 跟我們的酸菜去做一個搭配 素食的漢堡 客家漢堡 素食的客家漢堡就對了 對 其實我覺得它簡單搭配這個酸菜 看起來就好好吃喔 因為你們的這個紅棗饅頭 它也一樣是非常香的 非常香 好 那我來吃吃看它的味道 兩種搭配在一起 好對味喔 很對味 酸甜酸甜 對 其實你們的酸菜 它的酸香氣非常足夠 所以說它不用搭配太多 其他的配料 它就很好吃了 就很好吃 對 而且很下飯 或者是說你在夏天 比較吃不下飯的時候 你就搭配一點這種酸菜 其實都很OK 但是我還發現 你們的饅頭很厲害 它是會越嚼越香的饅頭 對 手工到 這真的是老師傅手工的 所以說都是你們師傅自己做的 對 然後它是每天限量 所以如果說晚一點的話 它可能就沒了 像是除了這個饅頭之外 還有這一個 這個顏色光是用看的 就覺得非常的吸引人 而且它好大一盤喔 這個是我們的紅棗玉珍糕 它有兩大主角 第一個就是我們在地的紅棗 然後還有我們的最有名的芋頭 我們在地生長芋頭 是非常鬆軟跟好吃 對 所以我們運用 想說在地食材有這兩大主角 去做結合的話 它本身散發出來的香氣 跟綿密的感覺 應該是蠻搭的 那像是上面 這些配料是什麼呢 我們除了有搭配紅棗跟枸杞 比較養生的之外 那因為吃素食的 我們就想說要用什麼食材 會比較像肉末 所以我們就想到 把剁碎的蘿蔔乾 加進來一起炒 那這個蘿蔔乾再吃起來的話 會有種脆度 再搭上我們的玉珍糕的話 口感是滿特別的 是 對 這倒也是非常香的料理 怎麼覺得每一道都那麼的香 那我來吃看這個玉珍糕 它吃起來非常非常的軟 重點是那個芋頭 它咬起來口感很綿 很綿密 而且我吃到芹菜 跟妳剛才講的蘿蔔乾 脆脆的 對 脆脆的 所以說口感又跟那個 玉珍糕吃起來軟軟的口感 是不一樣的 對 所以說它又有一種新的 不同的搭配的樣子 對…多層次的口感 所以說我發現 真的是讓我大開眼界了 沒想到紅豆可以做做 這麼多的料理